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乐 今天要带大家来了解什么是 古有昭妇度母,竟有恶观如虎 成语当中有一个昭妇度母的典故 说的是汉朝时担任南洋太守的先后任两位父母官 昭信成和度师 在做官时某百姓福利为民心力 使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 为了赞扬他们是勤政爱民的父母官 因此被称作招妇度母 只是人心不古 现代的官员把人民当贼 处处与民争利 犯错时官官相互上下交响贼 又如恶虎吃人 破坏台湾的民主法治 践踏人权让人民苦不堪言 下面我们来听阿德 对于台湾日益严重的法税问题 他想要表达什么心声 主持人好 线上的好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太极门弟子阿德 今年是我入门满三年 回忆这三年来 在师父及师兄姐的教导和熏陶之下 不管在身体 心灵 家庭和事业 都一天一天的进步茁壮 我特别感恩师父的身教和言教 以及师兄姐们耐心细心照顾和陪伴 给我们这样舒适的道馆 和彼此互相照顾 精进的好环境 进入太极门后 每天的练功 增强了我的免疫力 除了原本的慢性鼻痘炎 不需要抗生素来治疗 改善之外 体力也慢慢的增强 面对工作及家庭 上上下下的事物都可以轻松的解决 勇敢面对 因为师父教导我们 处理事情要化繁为简 工作的时候要像游戏一般自然快乐 而且太极门里 师兄姐们更是卧虎长龙 入太极门有如入一座宝山 等有新人来发掘参悟休息 然而这样一个对国家社会 人类有重大贡献的团体 竟然受到国税局违法的强征课税 25年 最后土地还被行政实行署 违法拍卖 收归国有 这真的让我非常惊讶 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 怎么会容许少数的官员违法 而侵害人民伤害我们修行人呢 据我所知 太极门假案是因为检察官 侯宽人非法起诉 移送而遭违法课税 在民国96年7月13日 刑事法院判决确定太极门 无罪 无诈欺 无欠税 无违反税捐积征法 并认定地址赠予掌门人之 尽私礼 既属赠予性质 于所得税法第四条 第十七款 属免税所得 而地址间统一购买练功服等代办品 由师兄姐们代办 定非盈利贩售 与太极门掌门人夫妇无关 所以太极门致死就没有税的问题 我觉得台湾的民主得来不易 武权分立 相互制衡 也是台湾民主法治的特色 就像前财政部长 前驻WTO大使 严庆章所说的 对于刑事法庭 裁判确定所认定的事实 行政机关没有理由不加以引用 太极门案已经由最高法院认定 尽私礼属于赠予性质 而不是所得 就没有所谓所得税的问题 纳税是政府从人民的财产里 没有对价取得的行为 所以全世界对纳税行为 皆需遵守租税法定主义 政府必须严谨处理 所以恳请大家一起关切 在台湾所有被法税迫害的人权案件 只有全民一起站出来发声 才能帮助政府及时矫正 谢谢各位 谢谢阿德的分享 政府在课征税捐时 有义务维护人民相关基本权利 这才符合租税法定主义的本质 英国学者亚伯芬·底西认为 政府不可以借自由财能的方式 影响法律的行使 如果是因为官僚任意裁决 对人民施加惩罚 就违背了法治原则 法律是还给人民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 法院既然判决太极门弟子 进城给师父的进师礼 是赠与性质 郭税局就不该打脸刑事法院的三审判决 狂妄的说法院判的不算 你行政机关凭什么凌驾司法 凭什么扭曲文化古理的本质 难道你们的眼里只有人民口袋里的钱吗 也难怪人民任无可忍 要上凯道成抗 接下来这段影片带你一起来回顾 十年凯道成抗凝聚成千上万法税人权斗士的英雄写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加油 台湾加油 安全加油 政府中各个层面 各个手段 不动地在破坏人员的权利 遥连onton! 优优独播剧! دمulif目 Rem mark 优独播剧名 哈姝章 哈姇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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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产被掠夺 落难流离无所依靠 除了泪眼悲气还剩下什么 接着我们要来看一位七十八岁的老妈妈秀美 在她的眼中官员是父母官 有能力也要有良心 但是她看到自己练功的道场被查封拍卖心里相当沉痛 因此她要分享如何从修炼气功所学到的好 转化为行动力 走上法税改革这条路 大家好 我是秀美 我今年七十八岁 太极门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是一个气功武术修行的名门正派 从我入门开始 师父就教我们每一个弟子 要学真 要说真 要做真 要遵守国家法律 做人要有良心 要诚实 做些看起来很平常 但是却很重要 在家庭 每个人如果能够有良心 诚实 家庭就一定能够和学 每个人都能够快乐 十三年前 因为脑溢血 我差一点死掉 很感谢师父 把我的孩子教得很好 他们能帮助我 走过最辛苦的日子 也很感恩师父 让我在民国九十八年 可以入门练功 让我这十多年来 可以自由的行动 顾虚要别人把死把尿 喝得很有支援 而且师父教育自费 所以我不再像以前一样 只想照顾别人 忽略自己 现在我也懂得要爱自己 对子女和老公 我也比较患得下 我入门十二年来 我看到的太极门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让大家身体变健康 心理变健康 而且太极门也有出钱出力 帮国家做了很多的国民外交对国人 对台湾对世界有贡献 有一次我女儿问我 85年12月19日 当时还没有入门的我对佛宽人 检察官 违法 侦办太极门 说太极门骗人 养小鬼 我有什么想法 我跟我女儿说 我根本不相信这种奇怪的事情 但是这个负面的假案对我的家庭还是有影响 如果没有这个假案 我可能会更早入门 甚至我先生也有机会可以入门练功 一起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协助会一起改脾气 也许我就可以改变 因为要承受先生的脾气 身心压力大 脑溢血的命运 虽然我是太极门假案 发生之后才入门练功的 但是这几年 为了平凡太极门假案 及时下雨 出大太阳 我还是跟着师兄姐上海道去抗议 参加户外倡议活动 最远还坐车到台中 我想问官员 你会让你的父母亲这样奔波吗 太极门师徒是最善良 最有正义心的人 但是太极门假案 偷了25年 还没有结束 被冤枉的感觉 真的非常不好受 做总统 做官员 就是要让百姓生活的无忧无力 希望总统可以批择 规返太极门的土地和清白 在今年结束太极门假案 我相信老天爷 看见台湾政府 愿意拟不过失的行动 一定愿意 恃抚台湾 让台湾更平安 欧总统 你也功德无量 谢谢大家 政府的权力来自于人民 民之所好 好之 民之所悟 悟之 好的政府官员应该像爱护子女一样 能够爱民如子 争取人民最大福祉 而当百姓的权力受到伤害时 官员理应加以维护 能够为民做主 但遇到流氓官僚集团是犯罪时 彼此掩护包庇违法 谎言多过良心 白的硬说成黑的 是多么可恶 接着 我们要来看德国欧斯纳布鲁克大学 驻台教授 即法税改革联盟发起人之一 的莲夫隆教授 解析无良税官的心态 希望违法官员悟在沉沦 陈志荣的老师 他是德国宪法法院的副院长 他出来做保护官 那保护官的职责在什么地方 保护官的职责是在救命的 在美国也是一样 德国也是一样 那救命是什么意思呢 譬如说大浦案 台中的法官就允许这个县长去拆的时候呢 那Ombudsman这个保护官呢 他可以出来制止 他说这个家已经家破人亡了 不能再拆了 所以在整个纳税人保护法 包括支税制度 在所有文明国家 其实都是社会福利和救命制度 可是偏偏台湾呢 是超加灭族制 所以我在实行总署31天呢 我说 你们这些官本来就是要来保护人民的 结果后来呢 就像陈金旭一样 就像黄妈妈一样 就像欠了三万八 整个两千万的房子被拍卖一样 你们这些根本不是保护官 你们这边就是超加灭族的恶官 我告诉你 这个指定党正在开始制造很多恶法 比如说不当党产委员会 大法官允许这些不当党委员会 以行政的单位去没收人家的财产 然后制造水利法去没收几十兆的财产 这些都是一个最庞大的强盗集团才能够做得出来的 以前这些跟你一起做学院这些人呢 都已经变成制造恶法的立法委员了 所以其实人民要觉醒 我觉得1.2.19今天开始 人民要建立自己的人民大法院 人民大法院 人民就是大法官 由受害者深受其害的人民来执行正义 我想人民在这个时候要觉醒 绝对不能相信这个政府 因为你现在所看到的萊猪萊牛 以前在反对萊牛的总统 现在变成赞成萊猪毒猪的人 所以这个国家假如人民不觉醒的话 我想这个国家会很危险 我们是这个土地的主人 然后呢我们慢慢要形成人民的大法院 来审办这些恶官 来把这些恶官制裁 谢谢 有反省才有改进 有改进才有希望 民爱国国也爱民 世界和台湾都需要正向良善的循环 人人有能力和责任来带动参与社会改革 希望良心萌芽 落实法税改革 让违法的恐龙检察官 恐龙睡官 恐龙法官 从此在台湾决击 最后 我们用No Way这首歌曲 来告诉大家 拒绝 拒绝迫害人民 拒绝霸凌人权 政府官员 效法汉朝的招呼 度母 勤勤恳恳爱护人民 以复民思想 取代掠夺民产 人民必将回馈以满满的感恩与爱戴 今天感谢您的收看 一同鼓舞为观者 拿出正心正念 帮助台湾享有真正的民主法治 我们下次见 我懒我房子里 藏着什么秘密 真相的时光集 谁在欺骗你 变得了的钢琴 滴着水的屋顶 一小时的光影 谁能到回你去 同此说此不宜怪力乱生 猴简说得你们却信 没调查 带枪上的抓人入狱无罪 却没人听 没做我的事 被你说的会声会影 良心在哪里 人民在困海之中哭泣 但你全都当成是放屁 我说是你的兵器 其实法院说没问题 你依然嗤之以鼻 置之不理 自以为是皇帝 讨阶人命 逼到绝境 谁能真正伸张正义 蚂蚁拼命 永不放弃 一颗炽热担心 犯错不停 车车轮回早已失效 着行政救济 缓载负贫平 逐渐沦为一场 永远没曾经的悲剧 不顾程序 围着文书 当外名产 成名书人不离 别再 谁说不改名乱不灵 为了奖金王落命 操作美女借他安全 探战法无垢无名 这代表正义 其实根本不正义 我们还能走去哪里 我们还要坚持真理 要我放弃心中正义 No way No way 我们还能走去哪里 我们还要坚持到底 要我放弃心中正义 No way No way 我碎是你的兵器 吉时保护我 說沒問題 你依然失之以鼻 置之不理 自以為是皇帝 討欠人命 逼到絕境 誰能真正伸張正義 螞蟻拼命 永不放棄 一顆炙熱擔心 犯錯不停 雖然輪迴 早已失效的行政救濟 反載覆平 逐漸淪為一場 永遠沒止盡的悲劇 不顧程序 圍頭文書 道賣名產 曾經信任不離別 再次說不改 明文不靈 為了獎金王怒命 操縱媒體皆探權 探討法無公民 我們還能走去哪裡 我們還要堅持真理 要我放棄心中正義 No way No way 我們還能走去哪裡 我們還要堅持到底 要我放棄心中正義 No way No way No way 不管未來路上充滿多少的困境 日子自從我們都不曾放棄 捍衛真理守護家園 也不曾忘記 勇敢堅持到底是我的宿命 要我放棄心中堅持的正義 No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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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Way No way No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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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y No No W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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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